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院的历史 现代社会人不论是得了大病小病 都是要去医院去寻求救治 这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事情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个医院是怎么产生的 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换句话来讲 在所有的文明的早期 都曾经或多或少有类似于医院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但是为什么只在这个主流文明的传统当中 最终产生了一个一直沿用至今的 属于现代化的这种医院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和体系 太阳底下无心事 历史 它本身就是一真理在现实当中的展开 所以它不存在一个假设的问题 换句话来讲 医院的产生 它不是一个无缘无故的一个新生事物 医院最早有历史记录 它起始于古希腊和罗马 在印度 古埃及和中国都是有类似的雏形 就像我刚才所说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都会有类似的机构 但是它仅仅是类似 因为这些都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医院 更糟糕的是 这些医院或者说类似于医院的这些形式的这些机构 它更多的是巫术或者是奇奇怪怪的 这个宗教或者叫军事制度的一个副产品 它算不得医院 有一本书叫医院的故事 医学的故事 The Story of Medicine 这本书作者马克塔 曾经这样讲 说古老的西布莱医学有其历史的重要性 因为圣经中的一些概念对团体卫生大有贡献 在《利维记》中记载了有关身体的捷径 营养饮食 富佑福祉等准则 一个人若相信上帝就自然拒绝行使法术 马克塔在这本书里面点出来 就是中古世纪的欧洲人面对麻疯病威胁时 教会会运用西布莱文经文所指导的这些捷径的原则 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医院与医院制度 它起始于基督教的普及 或者说是 罗马帝国在基督教化之后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大约是发生在四世纪的后期的罗马帝国的东部 凯撒利亚的巴茨尔 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家 真正意义上的医院 它是一个基督教医院 从而发生了第二次的医学革命 随后在几十年内 这样的医院在东罗马社会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和建立 第一次尼西亚基督教大公会议之后 教会在每一个有教堂的市镇都建立了医院 而在此之前 医疗服务仅仅是罗马贵族的特权 他们建立医院 除了治疗场所 麻疯病人还设置了一个隔离的场所 还包括供医生和护士使用的住房等独立的建筑 基于这个基督教的人爱价值观 住院医疗在罗马得到了普遍 一些医院还开设有图书馆和医生的培训部门 也就相当于今天的这个医学院了 医生们把他们的医学和药理学研究 汇编成书 并教育训练出新的医生 现代医院都开设有附属的医院 它的这个体系就是来自于 罗马的最早的医院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东罗马普及的医疗体系 它创建了沿用至今的三种类型的职业 一个叫首席医师 一个叫专业护士 另外就是勤杂工 直到今天医院依然如此 讲到这里 我们就要把目光给转到中国了 中国的医院呢 它是由传教士 1800年前后才建立起来的 就是最早的医院 所以在现代医疗体系建立起来的之前的中国 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实际上是和大猩猩差不多的 这个没什么好奇怪的 因为好树结好果子 那你迷信中医的这个种群 你当然就配得上这样的一种健康标准 这是并不令人吃惊的事情 中文网上流行 是吧 这个民主小清新 他们认为 中世纪是黑暗的 但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呢 基督教的医院体系已经变得非常的复杂 而医院这个词呢 本身就包括这个旅客的宿舍 救济穷人的药房 伤者的诊所和手术室等内涵 包括盲人 瘸子 老年人和精神病患的住所 比较有意思的是 就是说英文的这个医院的这个单词 它为什么是Hospital 或者讲就是这么问吧 就是说这个英文的医院的这个词叫Hospital 它和那个宾馆的hotel 为什么如此的相近 因为在古代的法语中 医院的词就是hotel 它的意思是上帝的旅馆 也就是说hotel和hospital 它是一个同源的 西班牙的第一家医院 是天主教的西哥特主教 马松纳 在梅里达于580年创建的 这个医院就包括了女馆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基督教有三大朝圣中心嘛 一个是在西边亚 一个是在罗马 一个就是在耶路撒冷 那么这个马松纳呢 他开的这个医院呢 他同时要为他主要是为那些朝圣者服务的 所以他就包含一个旅馆 hotel 在法兰克的王国呢 大概是八世纪末 九世纪初的时候 查理曼大帝 他的帝国呢 就修复了以前所有的这个罗马时代的这个医院 并要求每座大教堂和修道院都应该设有医院 墨西哥人的共同祖先 也就是征服者这个 埃亚南克尔特斯 他是于1524年创立了北美最早的两家医院 叫圣灵感应医院和圣纳萨路医院 这是美洲历史上最早的两座医院 1751年的时候 这个基督教的贵格会教徒托马斯邦德博士 和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 创立了宾夕法尼亚医院 这家医院被认为是美国第一家 在废城街头 就是唯一在废城街头那些游荡的穷人和精神病患者 提供护理的综合医院 所以说对于新教徒来讲的话 或者说早期的美国人来讲的话 这个医院也是慈善机构 加拿大的第一家医院是天主教修女 珍妮曼斯 于1645年创立的 位于蒙特利尔 英国的这种普遍医疗系统的建立 是诺曼人在1066年征服英格兰史的时候 带过来的 在13世纪的时候 意大利米兰有至少12家医院 而在14世纪末之前 佛罗伦萨大概有30家医院 中世纪的时期 今天的德国地区是最穷最落后的地区 我们常讲欧洲有三大最穷的民族 这三种民族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好战因英勇 重地为生 贫穷 他们就是普鲁士人 这个瑞士人和这个苏格兰高地人 那么在这个普鲁士地区呢 即便是在中世纪的时候 它是整个欧洲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 但是即便如此 那里每一个拥有5000名居民的城市 都有自己的医院 就是每5000个居民这样的一个城市 就会有一个医院的这样的一个建制 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医院骑士团 这个骑士团又称为叫马尔他骑士团 是今天联合国唯一一个没有国土的国家组织 被联合国所承认的 每一年到国庆的时候呢 这个罗马人呢会清理出来一条街道 让他们庆祝一下他们的国庆 中国妇人呢最喜欢的僵尸单顿的手表 那个手表的上面的那个十字标志 就是医院骑士团的标志 医院骑士团它的全称是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 就是当时的其实三大骑士团之一了 条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这个圣殿骑士团 那么我们要讲到医院骑士团 那就要讲一讲耶路撒冷 他的医院的历史 公元603年的时候 教皇格里高利一世 委托拉文纳的修道院院长普罗布斯 在耶路撒冷建造了 以治疗和照顾前往圣地 朝圣的这些基督徒为目的的医院 就像我刚才讲的 那时候的医院是带着旅馆的 但是1005年的时候 这个就是左贼们比较喜欢的这个萨拉丁 萨拉丁所服务的那个王朝叫法蒂玛王朝 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 也是个暴君 叫阿布阿里曼苏尔 他摧毁了耶路撒冷的医院 所以我们看历史的时候 看就得好好想一想 到底谁代表着文明 谁意味着野蛮 你就看看他们在同样都是在统治耶路撒冷 这个当耶路 当这些基督徒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是建立医院 轮到这个 这个阿布阿里曼苏尔来统治耶路撒冷的时候 却摧毁了医院 他不仅仅摧毁了医院 他还洗劫了耶路撒冷圣城 到了1023年的时候 来自意大利的阿尔玛尔菲和萨拉丁的商人 又在穆斯林去建立了耶路撒冷医院 重建的这个圣约翰医院呢 为前往圣地生病的贫穷的和受伤的朝圣者提供护理 但是圣约翰医院基于一种基督教的人爱价值观 他们收治的病人并不分种族血统信仰背景和社会地位 就无所谓 你只要是人都可以进来 1099年的时候 圣殿十字军的骑士团 就是雷德杜沛 不是圣殿骑士团 我刚才说错了 就是十字军骑士团的雷蒙德杜沛 他于1118年接替前院长杰拉德 成为耶路撒冷医院的院长 他从骑士团的成员中组建了新的骑士团 将骑士团的封城三个等级 军人兄弟 医务人员 和牧师兄弟 医务人员兄弟和牧师兄弟 在耶路撒冷王国鼎盛时期 医院骑士团在该地区拥有 七座城堡和140座庄园 在1187年的哈丁之战中 耶路撒冷 医院骑士团派出主力参战 由于指挥上的失误 包括医院骑士团 圣殿骑士团在内的基督教军队 全军覆没 哈丁之战 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罗杰 他也战死 耶路撒冷沦陷以后 1310年到1522年 医院骑士团就设在了罗德岛 1530年到1798年又迁到了马尔他 现在的这个马尔他骑士团的领土 就是总部是在 就是他们迁到马尔他以后 所以这个骑士团 医院骑士团又被称为马尔他骑士团 那么今天的这个医院骑士团 也就是马尔他骑士团 他的领土在哪里 是总部设在罗马的马尔他公 是位于罗马市 孔多迪大街的68号 占地是1.2万平方米 但是这座大厦呢 是意大利租借给马尔他骑士团的 并且意大利还给骑士团 该大楼的外交礼遇 把那个大楼里面 是当成一个国家来看 医院骑士团的 姓刚是守卫信仰 援助苦难 医院骑士团的标志最初是黑底白色的八角石字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僵尸单顿上那个石字 到了13世纪时候呢 开始使用红底白色的石字 也就是马尔他石字 在中国的网站上 你能够查到这个红十字会的历史 或者叫红十字会的标志是这样讲的 红十字会作为救护团体 识别的标志 是由五人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阿皮亚医生最先提出来的 1863年的10月 他们建议采纳白底红十字的弊章 作为伤兵救护团体 志愿人员的识别标志 五人委员会就采纳了 他的意见便做出了相应的决议 随后的日内瓦公约便以具体化 明文指出红十字标志 系转字因瑞士国旗的颜色而成 也就是说这个红十字会 是从瑞士的这个国旗上靠配来的 之所以这样做 是为了向瑞士表示敬意 因为瑞士的日内瓦 是红十字会的发祥地 由此可见 红十字标志与宗教迷信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说这个中国人真的非常邪恶 他还特地要强调一下 红十字和宗教没有关系 还把宗教后面加上明信两个字 当然了 这种话呢 要让这些绝大多数 尤其是民主小清新 和那些反基督教的中国人 听起来会非常的舒服 毕竟这是一个毒蛇民族 从来不会对帮助他们的人 表达他们最起码的感恩 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的 1859年瑞士商人亨利杜南 在意大利北部旅行的时候 他目睹了法国的萨丁岛和 奥地利军队在索尔费里诺 这个小村庄发生的一场血战 这场战斗呢 导致了四万士兵的死亡 受伤和失踪 军队和该地区的居民 都没有能力去应付这种悲惨的现状 于是呢 这个亨利杜南就创建了 国际红十字会 采用的标志是 他采用的标志呢 是与瑞士国旗相反的白底红字 总之还是十字架 如果说红十字会和这个基督教信仰 没有关系像中国的官方所说的那样 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 创办红十字会的这个亨利杜南的 他的宗教背景 亨利杜南呢 他是1828年出生于瑞士的日内瓦 他一家都是虔诚的加尔文宗的信徒 他的父母强调社会工作的价值 他的父亲积极帮助孤儿和假释者 而他的母亲则帮助病人和穷人 杜南被称为黎民的这个宗教觉醒时期长大 他18岁的时候加入日内瓦 施舍协会 次年他与朋友一起成立了所谓的叫 星期四协会的基督教组织 这是一个松散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 学习圣经和帮助穷人的这么一个组织 1852年11月31日的时候 他创立了基督教青年会 日内瓦峰会 所以我们到此为止 我们会看到红十字会所有的这个关系 都是和他的创始人的基督教背景是分不开的 1862年的时候 亨利杜南出版了索尔费里诺回忆录 在书中他描述自己如何从这些战争的经验中 明白上帝的呼召 他有义务协助防止战争中这些无谓的死亡 这段的简历清晰的说明 使用红十字的标志既有对瑞士本身的这个国家的情感 也有他也是他自己信仰的一个诠释 那么讲到这里 那我们就要知道瑞士的红十字标志和医院歧视团又是什么关系 这就比较要求了 宗教革命之后 以德意志为首的这个新教国家的医院歧视团 从骑士团总部就独立出去了 但他们仍然保留了圣约翰骑士团的称号 一部分人仍然习惯使用红底白字 瑞士呢就是从 瑞士就是从神圣罗马帝国独立出来的 早期呢他组成了联邦的三个共同体 深受医院歧视团的影响 所以他们自然而然选择了十字作为联邦的标志 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了 即便是像中国官方所说的这个红十字会的标志是来自于瑞士的国旗 那我告诉你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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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大多是 这就是他的这个基督教背景 最后 我们讲一讲这个野蛮的 中国 一个很简单的疑问是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的医院 标志是十字架的 前文我们提到 中国的现代医院是19世纪初传教士带来的 1820年英国的传教士马里逊 在澳门开设了一家眼科诊所 1835年11月来自美部会的博家在广州开办了眼科医局 及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 这些传教士开启了中国医院的历史 1863年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 戴布拉马蒂尔达 到了北京 他在1815年的时候创建了女子医院 这就是后来的道际医院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第六医院 医院推广心法 接生预防接种大大的减少了 父女生孩子的痛苦 婴儿的成活率也显著提高 同时他还接力了专业的 护士培训体系 后面的年表大概是这样 第一个麻烦病医院 1937年在华教会 医院 总共有300所小型诊所600处 所有的这些医院的标志都是十字架 因为他是教会系统的医院 实际上他们需要的不是身体上的拯救 而是灵魂上的 中国人 要的不是一个公正的主人 而是学会如何做自己的主人和上帝的仆人 反基督教的这个民主小清新们 本身就是一种完整 这种病呢 来自基督教系统的医院也救不了他们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